世界上最多繁高的地方 中国深圳农港的大芬村 一个占地仅仅0.4平方公里的小村子 却有着200多家画廊和2000多名中国繁高 这里的画廊夜以继日的临摹着各种流行的油画 鼎盛时期大芬村每年产出的油画 占全世界油画总产量的60% 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 这里的繁高原先大多都是农民工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繁高的增技 都是照着电子照片临摹 20年的临摹工艺 让他们的画作看起来和增技几乎没有差别 但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画家 只叫自己叫做画工 大芬村最贵的画工叫赵小勇 28分钟就能临摹出一幅向日葵 他画了10万幅繁高的画 但从来没有见过繁高的增技 2014年他第一次见到繁高的增技 看着看着就落泪了 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 画了十几年繁高的赵小勇 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懂繁高 他在繁高的墓碑上点上三根烟 用中国人的方式祭奠 从此以后再也不花繁高了 开始做自己的原创